历史经常被一些小人物所改写呀 一个叫李时勉的官员 怎么也没想到啊 自己当着皇上面提了一个建议 居然导致皇帝的驾崩 这件事情可有点大了啊 李时勉当时的官职啊 是汉林士徒 这个人哪有个特点 一根筋二杆子 逮着一件事啊 使劲的穷追猛打呀 当时明成祖朱棣在位的时候 想要迁居北京城 他就跳出来了 这事能行吗 绝对不可以 汤汤汤汤汤 陈述出十几条理由啊 朱棣看了很生气 就把他下了大狱了 结果呢 他的运气还不错 正好朱棣在北征的时候去世了 新上位的皇帝是名人宗朱高炽 这个人非常宽厚人和 要不然怎么叫人宗呢 他把好多因为提建议而被抓起来的大臣 全都给释放了 这其中就包括李时勉 按理说 你向李时勉应该感恩戴德 更好地为朝廷做事啊 结果万万没想到啊 这个李时勉出狱之后 不仅不感恩戴德 反而变本加厉了 不收敛不收手 继续抨击皇帝 就在1425年5月9号这一天的朝会上 李时勉又洋洋洒洒的准备向皇帝提意见了 意见提的越来越尖锐 话说的也是越来越难听啊 大概说的是什么呢 说你皇帝几天没上朝 你属于懒政 实际上是什么情况呢 明仁宗是个大胖子 身体不太好 走路呢忽视待喘 有两天不舒服 就没有举行朝会 这跟懒政有什么关系呀 结果呢 他又开始抨击了 说皇帝啊 开始修建宫殿了 在历史上您查一查 明仁宗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历来比较节俭的 虽然说他现在正派他的儿子朱瞻基 到南京修建一下宫殿 但是他也专门讲了 不要大兴土木 保证能用就可以了 因为他想迁都到南京 在这种情况下 你抨击明仁宗大兴土木 这事就点过分了 即使是这样 朱高赤啊 还是容忍他 把话说了大部分 说到一半的时候 明仁宗感到朝堂上气氛有点尴尬了 大臣的表情呢 也有点不太合适了 这种情况下 明仁宗表现的非常得体呀 直接跟李诗勉讲 这样啊 咱别占用大伙的时间 其他人呢 就先退朝 李诗勉有什么特殊的话 想跟我说 我们两个到变殿 也就是离开大唐 咱们俩单独说 这总可以吧 李诗勉这时候表现在可以 那行 那我就追着你 继续跟你说 到了旁边的变殿呢 李诗勉一看 也没有人了 就他跟皇帝两个 这下我就放开说吧 刚开始说了这几句呀 皇帝还坐得住 你继续讲嘛 听了几句话之后 皇帝就从椅子上 吞就坐起来了 要知道朱高赤 那也是二百来斤的分量吧 平时起来或者坐下 都要人扶着 这下能让他吞的站起来 显然是说了一些 戳得废管子的事情 史书上对朱高赤的评价 是自幼端重沉静 轻易不发火 这个时候的朱高赤 那是怒不可遏 暴跳如雷呀 开始不断的反驳李诗勉 更严重的是啊 他马上招来侍卫 对着李诗勉 给我狠狠的打 这些侍卫 手里拿着金瓜 大家都看过 戏台上 或者影视作品当中 皇帝身边的侍卫 手里是拿着金瓜的 这个金瓜 可不仅仅是装饰啊 打起人来 那也是非常的疼啊 当场就把李诗勉的三根肋骨 给打断了 那么李诗勉 究竟说了什么话 能让朱高赤这么激动呢 当时史书上没有讲 但是啊 过后朱瞻基 曾经问过这件事情 李诗勉是这样解释的啊 大概意思是 暗中不宜尽嫔妃 这番话 绝对说的阴损不一般呢 什么是暗中 因为朱棣那边刚去世 名人宗在北京城 马上就宣布继位了 也没有过多的等待 你还在守校期间 就开始跟嫔妃 寻欢作乐了 这可不是简单俊女色的问题呀 这是皇帝 孝不孝顺的问题呀 当然了 自古以来 不孝顺的皇帝 还是挺多的 但是没有一个皇帝 敢公开讲 我是不孝顺 更忌讳别人说自己不孝顺 综合这个背景 你想一想 李诗勉这番话 有没有杀伤力 当然了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 最重要的一点是 李诗勉 你是个外臣的 皇帝警工当中发生的事情 你个外臣是怎么知晓的呢 过去有一个非常重的罪名啊 叫做泄露锦中雨 你跟皇帝交谈的事情 或者皇帝这些私下里的事情 这绝对是杀头的罪名啊 朱高赤当时喊来侍卫 直接用金瓜打他 这也一点不过分吧 李诗勉被打之后啊 当天皇帝还是让他回家了 等到第二天 也就是5月10号的时候 朱高赤正式下职把他贬到越南地区 让他到那儿去担任官职 但是这件事情肯定让朱高赤受到强烈的刺激啊 想想就生气 我把你发配到越南 还是不解我心头之恨呢 这样啊 马上让人把李诗勉给我压到锦衣卫的大牢 不允许出来 你在牢里先给我待着 等我想好了下一步再做处理 要知道锦衣卫大牢 对一般人来讲就是一个鬼门官啊 何况当时的李诗勉已经被打断了三根肋骨呢 下完圣旨之后 正好赶上内阁大臣夏元吉来觐见皇帝 朱高赤啊就跟夏元吉说起这个事 说的过程当中还显得愤愤不平啊 这个李诗勉是个什么东西 敢这样诽谤我 气得不得了啊 夏元吉怎么办呢 说皇帝您现在身子骨啊不太好 可千万别因为意识的气性太大 上筋动骨啊 这个人您不已经处理了吗 咱们还是放宽心态啊 但是皇帝能放宽心态吗 显然没有 等到第三天 也就是五月十一号 上午九点到十一点 这个时间段的时候 皇帝啊就处于弥留状态了 开始宣布后事了 等到天刚擦黑的时候 名人总就挺不住了 一命呜呼 正式驾崩了 在驾崩之前 派人专门去南京 找太子朱湛基回来继位 这些事情交代完了之后 名人总走过了他人生最后的历程 那么这件事情就算完了吗 不是 明朝好多学者呀 都非常的把卦 是皇帝怎么就突然就死了呢 是李时勉气死的吗 至于吗 而且大家关注的焦点啊 从这个李时勉身上 转到了太子朱湛基身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初从北京城发出诏书的时间是5月11号 6月初三的时候 皇太子就回到北京城开始继位了 在没有任何现代工具辅助的情况下 短短20天之内 探马从北京城出发 一直到达南京 皇太子还能够回到北京继位 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呀 同时史书当中还非常明确的记载 在山东这个地段 还有当时的藩王朱高旭 在朱湛基的必经之路上 派人进行截杀 您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人能够越过这么多的障碍 最短时间内赶到京城 背后是什么原因呢 一定是皇太子提前知道 或者预判了朱高赤的死亡 这就意味着朱高赤死亡的背后 还有一种被谋杀的可能 当然了 有些学者也专门论证过 说这件事情20天往返京城之间 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为这个记录 就是朱湛基的爷爷朱棣保持的 当年马皇后去世的时候 从南京城发出讯息 照朱棣赶回来奔丧 仅仅用了16天的时间 所以20天跑一个来回 也不是什么夸张的事情啊 但是另一些学者呀 就拿出充分的证据 比如说朱高赤派太子 去南京修缮宫殿 准备迁都回南京的时候 朱湛基出行的时候啊 显得比较犹豫 一路之上呢 走得也非常缓慢 明显是在等什么事情啊 是不是在等他父亲出事 直接返回呢 还有他的叔叔朱高旭 已经在他的必经之路上 布满了眼线 布满了杀手 在这种情况下 他能轻松的越过这些障碍 一定是提前打了前站的 这些人告诉他 走哪条路 能够最顺畅的进京城 这样才能够让他 避免了这些飞来的横祸 同时顺利回到京城 这些事情 如果没有提前准备 你怎么能做到 20天之内就赶回京城呢 还有一个证据 就是朱湛基回来之后 无缝链接 顺利继位 也就是说 朱湛基登上皇位的 所有的礼仪用品 诏书 其他的各类东西 都已经充分准备好了 这里面 能不让人引起怀疑吗 而且 众多的疑点当中 有一条 跟李时勉 是有密切关系的 太子朱湛基 在继位以后 在历史上 被称为明宣宗 那么宣宗皇帝呀 在继位之后 也要问问大臣 我父亲当年怎么去世的 结果呢 大臣就讲了 皇帝去世之前 跟李时勉 发生了雷霆之怒啊 有可能是被李时勉给气死的 听到这番话以后 宣宗皇帝的表现是什么样的 也是雷霆震动啊 当时说了九个字 父以来 朕亲居 必杀之 什么意思啊 把他赶紧给我绑过来 我要亲自的审问 必须把这个人给我杀了 下达了这道旨意之后啊 朱湛基想了想 还是觉得不解气 说这样的人 我有必要审吗 直接杀了算了 马上叫来王指挥 就跟他讲了 说你呀 现在就到锦衣卫大牢里 我不打算审这个人了 你直接把他给我杀了 推出去斩首 没有什么可犹豫的 结果啊 这个王指挥 从东温出去 到锦衣卫大牢替人 准备把李时勉给杀了 结果另一拨人得到圣旨啊 皇帝要亲自审问呢 就把李时勉 压到皇帝面前 远远的朱湛基就看到他了 就开始破口大骂呀 而小臣赶触天地 书何语 去言之 你到底跟皇上说了什么了 把我父亲气成那个样子 赶紧给我说到说到 李时勉压到金钱 叩头回复 说我跟皇帝啊 只讲了两件事情 一个是说在暗中不宜尽嫔妃 第二件事 是皇太子不宜援左右 听了这两句话之后 朱湛基突然之间 没有那么愤怒了 居然坐下来 很冷静的说 你把其他的事 也都跟我唠了 你都跟皇帝还讲了什么 汤汤汤汤 李时勉 说出六件事 再说其他的 他说当时我也挺紧张的 别的事也想不起来了 朱湛基就问他 你当时给皇帝上奏书的时候 写那个草稿在哪呢 你拿了给我看看 李时勉明确的讲 这些事情 我是对皇帝讲的 不是对其他人讲的 讲完之后 对皇帝不利 我就把他给烧了 听完了这番话之后啊 朱湛基的表情呢 从开始的震怒 转为冷静 从冷静 又转到了叹息呀 最后 对李时勉说 你是个忠臣的 史书上讲 立设之 副官是毒 马上给他赦免了 而且呀 还当他的汉林是毒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王指辉赶回来了 说我到大牢里呀 没提到人 说被提到这了 所以我赶回来 再抬头一看 李时勉 穿着朝服 站在皇帝身边 悠然自得的看着他 王指辉都懵了 您可以看一看啊 史书上记载的事情 也非常传奇 也非常有趣啊 看了这一段文字 后人会有什么感觉啊 朱瞻基是个好皇帝 发现是个忠臣 我就重用他 而李时勉呢 也获得了一个直言感见的 好名声啊 但是史书当中 往往蕴含很多春秋笔法呀 李时勉 弃皇帝这件事情 肯定是真的 那么皇太子朱瞻基 赦免李时勉 这件事情 也是真的 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来看 朱瞻基 知道父亲身体不好 怕生气 然后啊 把皇宫当中的一些密室 悄悄透露给李时勉 李时勉得到这些信息 肯定忍不住 要向皇帝发难呢 结果呢 朱高尺因为这件事情 被揭露 特别的气愤 这肯定是有人泄露我的信息呀 越来越生气 产生疾病 提前驾崩 要知道 当时的笔记当中 就记载过 后宫 曾经有人对皇帝不利 这样一些事情 尽管不一定是真事 但是啊 也有可能 透露出一些蛛丝马迹呀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朱瞻基 还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据 我在南京城啊 我离开京城的时候 把一切安排好 在回来的路上 也专门有人暗中保护 避开别人的暗杀 这样一来 我可以顺利的登上皇位呀 这种阴谋论的可能性 究竟有没有呢 对 在这种阴谋人 Springs 是什么 对 一筷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